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今天带大家认识北极光与南极光 喜欢我的影片可订阅我的频道 与分享每天都会上新的影片 北极光Aura Borealis是一种自然现象 主要出现在地球的极地地区 例如北极圈附近的地区 以下是关于北极光的一些特点和相关知识 外观特点 北极光呈现出璀璨的色彩和缤纷的光束 它们通常呈现绿色、红色、蓝色和紫色等颜色 但绿色是最常见和最明显的颜色 北极光的光束会在天空中舞动、闪烁和变换形状 创造出美丽的光景 形成原因 北极光的形成是由于太阳风与地球磁场的交互作用 太阳风中带有带电粒子 当这些粒子进入地球大气层时 与大气中的气体分子碰撞产生能量释放 这些能量释放形成了光的现象 即北极光 出现地点 北极光主要出现在地球的极地地区 包括北极圈附近的国家和地区 如冰岛、挪威、瑞典、芬兰、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等 这些地区的极夜时期 冬季是观察北极光的最佳时间 因为天空更暗 光害较少 观赏北极光 欣赏北极光是一种令人难忘的经历 最佳观赏北极光的条件是在没有光害和晴朗的夜晚 并远离城市的照明 有时 预测北极光的活动水平和时间可以帮助人们计划观赏之旅 文化意义 北极光在许多文化中都有特殊的意义和神话故事 在北欧神话中 北极光被认为是神圣的绿色桥梁 连接着人间和神秘世界 北极光观赏的建议和注意事项 选择适合的季节和地点 北极光通常在秋季至冬季期间出现 因为这段时间地区的天空较暗 此外 位于北极圈附近的地区是观赏北极光的理想地点 如冰岛 挪威 瑞典 芬兰 加拿大的极光之村和阿拉斯加等 选择无光害的地区 光害城市的照明和人造光源会干扰北极光的观赏 尽可能选择远离城市和人烟的地区 以获得更好的观赏体验 预测北极光活动 预测北极光的活动水平和时间可以提高观赏的成功率 有一些网站和手机应用城市提供北极光预报 可以了解当地的天气状况和北极光的活动预测 注意天气状况 观赏北极光需要晴朗的天气 避免阴雨天气和多云的天空 尽管如此 有时即使天气预报是晴朗的 也可能因为地区特有的气候变化而看不到北极光 准备摄影设备 如果你打算拍摄北极光 建议携带适当的摄影设备 如单反相机 广角镜头 三脚架和快门线等 拍摄北极光需要一些技巧和长时间的曝光 重要的是要注意北极光是自然现象 无法保证在每次观赏时都能看到 它的出现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太阳活动水平 地磁场状态 天气条件等 因此 观赏北极光需要有耐心和一定的运气 南极光Aurora Australis是类似于北极光的自然现象 出现在南极地区的天空中 以下是关于南极光的一些特点和相关知识 外观特点 南极光和北极光类似 呈现出璀璨的色彩和流动的光束 南极光通常呈现绿色、红色、蓝色和紫色等颜色 与北极光相似 它们的形状和运动方式也可以与北极光相媲美 创造出美丽而神秘的光景 形成原因 南极光的形成过程与北极光相似 是由太阳风与地球磁场的交互作用引起的 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进入地球大气层 并与大气中的气体分子碰撞 释放出能量形成光的现象 出现地点 南极光主要出现在南极圈附近的地区 包括南极洲及其周围的海洋地区 由于南极洲的大部分地区是极地地区 所以观赏南极光的最佳地点是南极洲附近的船只或科考基地 观赏南极光 由于南极洲大部分地区是荒凉和极端寒冷的 并且只有少数人居住 因此观赏南极光的机会相对较少 大多数人能够观赏南极光的机会是通过参加南极游轮游览或科学考察活动 独特性和珍贵性 南极光由于其独特性和仅限于极地地区观赏的特点 使其成为一种珍贵和令人难忘的自然奇观 观赏南极光的过程中 还能同时欣赏到南极地区的壮丽冰川 野生动物和辽阔的极地景观 为一次难以忘怀的冒险之旅 观赏南极光的建议和注意事项 选择合适的季节和地点 南极光通常在南极夏季11月至次年3月期间出现 因为这段时间南极地区的天空较为黑暗 选择参观南极洲附近的地区 如南极半岛、福克兰群岛等 这些地区提供了观赏南极光的最佳机会 注意天候条件 观赏南极光需要晴朗的天气和无云的夜空 南极地区的天气极度变化多端 因此天气状况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影响南极光的观赏机会 选择合适的天气窗口 增加观赏成功的可能性 低光污染环境 远离光害和人烟的地区 是观赏南极光的理想场所 南极洲的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 提供了较佳的观赏条件 远离人造光源 例如城市的照明 可以增强观赏南极光时的视觉效果 长时间的黑暗 南极洲的夏季有极长的日照时间 这意味着天空不会完全黑暗 进而影响南极光的观赏 为了更好的观赏南极光 选择适当的时间 即在日落后和日出前的时段 以获得较长的黑暗时间 持续观察和耐心 南极光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现象 并不是每个晚上都能见到 需要持续观察和耐心等待 有时需要多次尝试 才能欣赏到明亮且壮观的南极光 以上感谢您的收看再见